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赚钱的秘密 富人永远不会告诉你 赚钱这件事 一直以来都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赚钱的本质就是争夺 无论是过去 现在还是未来都不会改变 有钱人和穷人 就是争夺者和被争夺者的代表 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争夺一直是推动进化的动力 生存的本质就是争夺资源 不同之处在于 有些人的争夺手段 更为隐蔽 有些则更为直接 比如对于那些 通过网络赚钱的人来说 他们甚至互联网赚钱的关键 就在于争夺流量 而他们的注意力就是流量 流量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资源 可以转化为财富 你可以利用流量 吸引更多的用户 也可以通过流量 将自己的产品或服务 卖给更多的人 你看那些顶级网红 大明星 他们为什么能赚得盆满钵满 就是因为他们能吸引到 更多的注意力 他们的粉丝 就是被他们争夺过来的 所以想要赚钱 就要去争夺别人的注意力 如何去争夺呢 这就需要你有一些手段了 有些人靠的是知识 有些人靠的是颜值 有些人靠的是演技 有些人靠的是财力 总是各有各的手段 赚钱的本质 就是通过掠夺消费者的时间 和财富来实现的 这里所说的争夺 并不是让你去干违法的事 而是说通过合法的手段 让别人把兜里的钱 心甘情愿地 套到你兜里来 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 方法就是满足他人的需求 不管是物质需求 精神需求 还是情绪需求 你给别人带去的价值越大 你做的事 让更多的人受益 别人自然而然 就会给你金钱的回报 这就是赚钱的本质 财富的增长 需要自己去争取和创造 如果你不主动去争夺市场 那么就只能被其他人所取代 你的成功 取决于你的争夺能力 这也决定了你能否成为有钱人的可能性 只有那些缺乏行动力的人 才会幻想着天上掉线饼 等着别人给他们送钱 不得不说 有些人天生就是为别人创造价值的 他们的使命就是为别人的成功铺平道路 这些人就是被争夺的对象 你要知道 所有的美好资源和机会都是有限的 而争夺的本质就是为了获取这些资源 大多数人之所以无法赚到钱 就是因为他们对金钱的态度存在问题 以及对赚到大钱的人存在偏见和敌意 他们总是说 钱不是一切 有钱人都是贪婪的 这个人一定是用了不光彩的手段才赚到钱的 或者他只是运气好而已 他并不比我聪明 这些对金钱的负面态度 就好像在对钱说 我不需要你 我讨厌你 我之前就说过这样一段话 内心不渴望的东西不可能靠近你 钱只会去寻找那些对他有独特嗅觉的人 就像一个狩猎游戏 只有那些真正想要追逐他的人 才能嗅到他的气息 对于那些敢于直面自己欲望的人 钱就是他们的猎物 另外 在他们的观念里 认为赚钱只能通过辛苦工作 或者认为只有拥有特殊技能的人 才能够赚到钱 其实这个时代 普通人想赚点小钱的方法有很多 只是你从来没有用心去研究过 或者别人知道 但是不会轻易告诉你 这就是信息差 学校从来没教过我们赚钱的学问 赚钱的学问 要么自己开悟 要么有贵人点拨 这两个大前提都是要多接触外面的世界 多跟别人交流 不要沉浸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总之 要想成功赚到钱 就需要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 学会欣赏金钱的价值 以及掌握赚钱的技巧和知识 现实是 大部分人总是对钱这个东西 避而不敢谈 仿佛一提起钱这个字 就会让他们的道德品质瞬间下滑 他们一生都在追求做一个所谓的好人 即那种不会引起任何人反感 能得到大众认同的人 即使面对资源分配的不公 也不敢表达自己的愤怒 更不会去争取那份本 可以属于自己的资源 如果你放不下面子去追求金钱 那就只能世世代代穷苦下去 在这个世界上 生存就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竞赛 你必须做选择自然法则 去适应环境不断进化 如果你不去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和资源 那么别人就会毫不留情地夺走你所拥有的一切 就像丛林中的野兽 如果不拼命去猎食 就会被其他野兽抢走食物 在这个世界上 高润智的人总是能够从低润智的人那里 获得更多的利益 永远都是内行人赚外行人的钱 很多人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一生都在为自己的低润智买单 他们就像是一个个辛苦的矿工 不只辛劳地在财富的海洋里挖掘 却不知道那些高润智的人已经在纲维空间里 做想其成了他们辛苦挖掘出来的成果 财富流动的本质就是这样 纲维压制低维 强者差取弱者 大者聚拢小者 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适应这个规则 开辟一条通往自己口袋的渠道 那么如何开辟这条渠道呢 这就需要提高自己的认知维度 用更高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 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 并按照规则去行事 要想赚钱就要有狼性 有匪气 要勇于打破那些限制你的枷锁 去争夺流量 争夺资源 争夺市场 争夺机会 可悲的是 大部分人都被穷人思维 道德 感情 面子 尊严卡住了脖子 残酷的是 商业世界是不讲温良公俭让的 如果你非要坚持那一套思想 试试忍让 谦让 退让 你就只能沦为被掠夺的对象 想要赚钱 就要实惠争夺 实惠维护自己的利益 如果你自己不觉醒 那就只能一直受苦受穷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